10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宣布自己被确诊为新冠肺炎以来首次重返竞选活动,并大肆宣传自己对疫情的管理。 与此同时,民调显示,他在与民主党竞争对手乔·拜登的较量中节节败退。 特朗普抵达佛罗里达州桑福德的户外集会,这是本周计划举行的六场集会中的第一场,总统没有佩戴防护面具。 他向数千名肩并肩站立的支持者扔出口罩,大多数人都没有戴上防护面罩。 特朗普还反复谈论自己从新冠病毒感染中康复的情况。 集会上的支持者称赞特朗普,是一位战胜了新冠病毒,并重新开始竞选活动的强有力的领导人。 特朗普重返他的签名竞选集会,开始了到11月3日大选的为期三周的冲刺。 现年74岁的共和党总统,正寻求改变一场种族竞争的态势。 全国民调显示,他正输给现年77岁的拜登。 桑福德的现场集会表明,特朗普自从感染新冠病毒以来,并没有改变他的竞选方式。 新冠病毒已在美国感染了780万人,导致超过21万4千多人死亡,并使数百万人失业。